我简短回答一个问题 如果有人要看圣经 有人叫他去看圣经 你要成长 但他经常都不成长 好像没有什么动力 好像没有感觉 那怎样建立呢 我自己就说 建立的动力来说 我觉得我自己有两个主要动力 一个动力 就是我曾经讲过有四点的教导 第一点是什么呢 神是充满爱 神好看重每一个 第二呢 神是充满能力 他凡事都帮到我们的 他很劲的 第三呢 我们亲近神 尊重神 事奉神一定蒙福 做对的一定蒙福 第四呢 不听话 不尊重神 犯罪一定有破坏性 生命一定拆毁 逐样拍毁 这样的时候 那我就问自己 那我想我身边拆毁 还是我一直蒙福的 一路走神的路 既然神是掌管一切福气 所有福气都是他那里来的 那我走神的路 就全部得福 全部得福不一定代表我 是很多很多钱 但是神会给足够我们 可以做到神要我们做的事 那这个福气 不要有些以为那些什么 那些风性神学呢 就说 那你 你听话呢 就会好大富大贵 那不是一定的 是你能 就是你总之 你的生命会发挥出来 那我多谢主啊 那我们 原来一听话就这么好 所以我有这个动力 这是第一 第二个动力 是当我们祈祷 感受到神的平安喜乐 这个是另一个动力的内容 你真的会感受到 祈祷立刻松了 立刻舒服 真的安慰了 原来神同在这么好啊 那于是 我们越亲近神就越有力 越有力 又越享受 生命又提升 那所以在我心里面 一方面是理性上的 理性上的 圣经的教导 那四点 那跟着呢 就是经历上 可以经历到神的动力 那所以就会提升 那我然后 我再次用电话 跟你再谈 好不好 因为这个问题 都在牵涉 如何处理到 让我们有动力 就是我自己有 无限的动力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无谓浪费时间 去做一些无谓的东西 而我知道 走神的路一定蒙福 那所以 我多谢神给我这些心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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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